涉事八度细水抽筋 两兵就同袍反溺币 阿兵哥沁生去细水 受信汉另一人 却不信溺币 生日尽成继日 有没有温暖一点 有喔 你要保持清醒喔 不要睡着喔 陆军十军团 四名志愿义通讯兵 望伟成 陈岳峰 张峰居 和蔡军伟 昨天一起帮 23岁中士林盛勋沁生 他们五人到苗栗县 泰安乡水云瀑布细水 上兵望伟成 先脱掉衣物 从数米高的山壁 跳下深潭游泳 但因水温景色18度 他突然抽筋 寿星林盛勋 立即下水救人 但因体力不知抽筋 在水里载浮载成 一兵蔡军伟 想抛神救人 却十足落水 上兵张峰居 接手在抛 望伟成捉住救命神 才被拉上岸 但寿星中士林盛勋 和蔡军伟 却沉入水里不见踪影 岸上阿兵哥 击打119报案 望伟成被救上岸 有时温现象 由救难人员 搀扶下山 救医后 并无大碍 就看到他跳下去之后 他就开始在呼救我们 说他不行了 收救队在深潭打捞多时 一直到下午3点多 才在水下约3米处 找到寿星林盛勋 隔了8分钟 在8米深的坛底 将蔡军伟捞起 但两人早已无神秘迹象 军方将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 都是当到上边 这个都在部队里面有一段时间 所以才会有这种革命感情 搜救队表示 直接跳入温差大的水域细水 很容易硬抽筋 性肌梗塞 发生溺水 民众千万不要逞强冒险 以免发生不幸 动新闻苗栗报导